AED捐贈仪式上由金融市长谢国梁主持 金融福人社社长邱礼仪 警察局长张树德 邀请福人社友和警察局同仁一同见证 有这个设备能够救到民众的性命 就像如果欧卡能够透过急救把人命救回来 这都是真正有功德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金融社 捐了四台的AED设备 我相信贾与时日一定能够发挥救人命的功能 为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金融福人社 做出这样的善举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卫福部今年五月收法公布 将警察机关各分局派出所纳入紧急医疗网处所 需要驻地安装AED 金融福人社有感于AED急救设备增设的需要 特别捐赠四套AED给警察局 每套价值七万多元 因为我们今年都给人七十几年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服务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预算 就变来坐在金融市警察局 这是因为这可以替我们的市民服务很多 所以我们就针对警察局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来配合警察局 所以我们要来建筑这个东西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一般俗称AED 许多人听到是电极器都会害怕 不会用也不敢使用 但其实操作起来 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那口诀就是早期我们以前学 就是从叫叫ABC叫叫CAB 那现在的民众版简单的就叫叫CD 那他把什么拿掉 他其实把以前的A跟B拿掉 就是口对口人工呼吸拿掉 这个改了之后 其实救到非常多人 因为大家以前是恐惧 不敢用口对口人工呼吸 现在就是要CPR跟AED 所以政府宣导叫CPR加AED 就有机会快速把一个人救起来 金融福人社抛砖引玉 率先捐赠这套AED设备 警察局除了表达感谢之外 承诺这四套设备将装在外勤单位 让AED成为民众安全的守护天使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